我们的头发呢能够保护头皮 天气热的时候可以遮一下太阳 天气冷的时候可以郁寒 同时爱美的男女呢 可以梳得帅气啊美丽的发型 感觉良好一下 然而呢你发之后 留下的这一堆又一堆的 它有什么用处呢 马上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们来看照片 没错了 头发原来还可以成为这些衣服的面 在后来我们在新创公司 近年来是致力把人类 你的头发转过成衣服的 这个流程上 这样一来的就可以减少时尚产品 所调造成浪费 而且并且还可以帮助 这种新的潮流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表示 他一级的每头认为 人类的头发其实是一种 非常耐用的品质 而且也有很大的行业 但用手的一种 我怕了 哇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把当作是费物的铁 一般都不会直接进行焚烧 他认为这样做其实并不太环保 这家公司提供的数据更显示 每年有7200万公斤的材料 好大费料相关于西座巴黎的艾菲尔 因为没有被妥善理 最终只能进入欧洲压击演员场 然后再进行焚烧 所以 因为量是那么的大 如果都变成衣服 或者有用的东西 再多 因为 目前的这家公司 两场都是与人类的头发 最终的能力 西庄外套 等到这些服装 那么这家公司 今天是从来获取那么多的头发呢 大概大家有猜到 在米化店 最容易收集到他们的头发 所以 这一家公司 最终的 秘密呢 需要 到最终的 也 从自己的 中间的 我们终的 在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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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张单也不否认 不管是人类的头发 又或者类似的